哈喽大家好我是乐仔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霍区病到底要怎样子去做搭配 现在目前有四个武将 骑兵武将呢是可以组成两队的 就是霍区病、征德、司机还有威廉 那么大家很烦恼的东西 就是这四个武将要怎么去做搭配 那么在上一个影片当中呢 我们也就测试了相当多的这些霍区病的一些测试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可以回去看我一下我们的影片 当你了解了霍区病的基础的知识了过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到底实际要怎么去做搭配 所以要搭配的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到底霍区病要跟征德做搭配 还是要跟威廉做搭配 那么主流的这个搭配呢 也是比较多玩家推崇的一个搭配 就是霍区病、征德还有司机威廉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子搭配的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搭配霍区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霍区病、征德对上司机威廉 霍区病、征德对上司机威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战斗报告 那么战斗报告可以显示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霍区病、征德获胜嘛 然后是赢差不多9000、中山左右 但是呢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在交换这两个副将呢 会发生什么东西 你一定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是用霍区病、征德 然后对上司机、征德的话 到底它的效果是怎样 就是霍区病、征德对上司机威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账报 有没有吓到你一跳 那么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 我也是吓到一跳 没有想到是差这么多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霍区病这边是28000的重伤 然后司机、征德这边是41900的重伤 那我就去找了我的微信聊天群 找一些观众去讨论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我有一个观众呢 他其实也是有测试这个获区病 那么这个账报呢 就是我的观众分享给我的 也非常感谢这个观众的分享 那么他一开始做的测试是用10万测试啦 那么他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他打赢了司机 当时他觉得是应该是他测试错啦 但是根据我们测试了好几遍 他没有测试错 只是说你用10万的方式去做测试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差距就差那个1000动伤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用31万去做测试的话 那就真的差很远 讨论下来的结果呢 就是认为说 因为威廉的第一个技能呢 是非常限制司机的这个技能伤害提升的部分 所以他能够让技能伤害提升时效 所以可以导致司机的作用没有这么大 从而呢让到这个贞德呢 没有办法释放更多的技能伤害 再加上呢 因为霍去病他本身开大的这个速度 就会比这个司机还要来的更快 所以在前面几个回合的时候 他就能够限制这个司机的技能伤害提升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霍去病哦 他真的是代替掉项羽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没有练项羽的玩家来讲 你已经有司机贞德跟威廉的话 那么你真的是应该要练一个霍去病来玩上你的这个搭配 所以我这边的推荐呢 是霍去病搭配威廉 然后司机搭配贞德 因为如果你是司机威廉的情况下来讲的话 那么可能你的威廉就没有办法限制对方的技能伤害提升 也就是说威廉的第一个大招的那个debuff就没有办法使用到 所以也就是说呢 霍去病这个武将 因为他的这个示范技能更快 其实他是更加适合搭配威廉的 因为像项羽的话也是有同样的特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示范技能快会很重要 这样子呢 能够让这个威廉在对方还没有示范技能的时候 就已经先开大限制了对方的技能伤害提升 但是如果你把威廉跟司机去做搭配的话 那么就没有办法发挥威廉的第一个大招的这个debuff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一次的测试呢 就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就是说威廉的第一个技能的debuff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越快示范的越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做最后一个测试啦 那既然说可能这个司机已经被威廉太过克制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直接用霍去病威廉对上霍去病贞德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技能限制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是怎样 那么这边测试结束了 其实你们有发现到就是在测试当中呢 他们双方的血量都是掉的非常的平均非常的接近哦 但是呢还是威廉先进入到红血 那双方的这个差距呢就差很少耶 就是差不多一两千的一个重伤 你只有一个选择的话 你可能就要选择获去病加震德去做野战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两对的情况的话 那么我就非常推荐的是霍去病威廉然后司机贞德的一个搭配 那么这个就是以上所有这个霍去病组合搭配的一些测试分享给各位 最后要讲的东西就是单挑也不代表一切的东西 只是说单挑能够让我们更快速能够理解武将的一些机制和一些搭配的一些细节 从而呢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武将该如何去做搭配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那边为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打招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